疫情严峻有见于此 在先议员油耗、石学院及南投县救国团总干事邱冠章的号召下 募集千计快拆施计 并邀请南投县救国团之友 联谊会、张树域会长及南投县救国团乡镇同委会、吴政伟总会长 共同至南投特殊教育学校卷阵快拽施计 盼帮助使者们共同度过疫情难关 透过议员还有救国团这样的一个赞助活动 提供给学校更多的一个防疫的物资 那期待我们这个疫情尽快能够恢复平静正常的一个生活 救国团南投县同委会总干事邱冠长表示 这次协同先议员油耗、石学院及多个团体 特别前来执政快拽施计 期盼只有这样的捐赠方式 能够降低校房的负担 省下不必要的花费 那我想说其实透过我们议员的努力 争取了非常多的物资 我们今天特别送到我们南投特教学校 让我们的师长跟我们的同学 如果在这个快筛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不用再额外的花费 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快筛 一起把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好 先议油耗、石学院指出疫情研究当下 需要的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因此希望就这样的方式 响应社会大众一起重视 我们要很感谢我们的救团、县团 那时候有提到说 其实县内很多的一些学校或团体 其实都会需要一些这样子的快筛 政府机关其实并不一定能够准备充足的量 那如果可以的话也需要民间协力 大家一起来协助 还有大家目前的快筛需求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行动 可以带动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一些的 爱心企业可以做捐赠 也希望说我们县团委的这样一个 做公益的形象一直延续下去 那我们今天学院今天很开心 跟着团委会、跟我们油耗议员 也很感谢我们团委会各位同仁、干部都辛苦了 希望孩子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间点 快筛事迹的费用有可能会大大提升校方的负担 也期许借由以身作则的方式 邀请社会各界共享盛举 帮助有需要的单位一起度过难关 记者圈局南投采访报导